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还没有发现吗 淡仔岛中的熊猫碎碎 一直坐在戏台正前方的木桌上 从白天到夜晚从不离开 当我们淡仔用肚子把它弹飞时 它又会快速跑回原位 又坐在桌子旁的板凳上 那么它一直坐在戏台前方的桌子旁 不离开半步 究竟是为了干什么 小伙伴们 你们难道不好奇吗 众所周知 在淡仔岛戏台的前方了很多桌子 如果你在淡仔岛中 也见过这个新建筑物大戏台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淡仔岛中除了熊猫碎碎以外 还有其他熊猫 并且其他的熊猫都在熊猫乐园中 它们是非常喜欢在淡仔岛四处奔跑的 有时候它还会跑到我们岛屿上 所以这就说明 熊猫它是喜欢在淡仔岛上来回奔跑的 不喜欢在一个地方久坐 对了 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 设置了只有淡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那么熊猫碎 同样作为一只熊猫 为什么一直坐在板凳上 和其他熊猫不一样 它哪里也不想去呢 并且我和学姐测试了一下 它受到伤害时会直接跑掉的 所以说 证明它的腿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熊猫碎碎 为什么不肯离开大戏台前的木桌和板凳 今天我和学姐找到了它不离开的原因 小伙伴们你们看 在木桌上有非常多水杯 并且水杯的杯盖已经被拿了下来 说明里面有水 所以这就说明 其实熊猫碎碎不愿意离开木桌的原因 是因为为了方便喝木桌上水杯里的水 你们知道了吗